我是迷幻,本局小战一 今天又是一期奇怪的挑战 跟别有几个人先送他们 回去再说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 只用带侧瞄镜的机瞄M762 乍一听,好像感觉也没什么难的 但是当我真的找到侧瞄开镜之后 坑爹啊,这不是全挡上了 这能瞄个锤子啊,全靠懵啊 粉色流量的挑战真是越来越人才了 星星正好有两个小白鼠来了 正好试试谁 就下面这个女装大佬吧 这,这是真的抗个头啊 设计师你出来,我保证不打你 之前不小心点的AK也忘记了 两个人都在炮上 李团长说过 没有什么是一颗手雷弹解决不了的 人还在跑正在朝这个方向移动 就是这儿 另一个也往这儿跑了 虽然也能值得躺 但是爽还是一雷脸和的爽 人还在动 停下再服了 大概是这里 这段要是让巡察官看着了 这号是不是要没了呀 可惜啊 他们并没有M722和侧苗啊 白死了 刚好回村下来一车人 本想给他们拿个惊喜 可惜他们第一时间并没有发现我 但打算脱个屁股时才会发现了 还好球大人没一起来 时间应该刚好够我打个药 果然这瞄镜一开挡得亲妈都看不见了 赶紧再来一口药 这下三个肯定马上要来了 小伙子三心头部刷 那只能先补了 其他人也从左边来了 两个 打不到的这种拳扣感觉 这挑战比想象中难多了 还剩最后一个 但是对面山头上来人了 应该是另一队 那这两人头看来是要被抢了 我们换个视野更好的位置 人头还真被抢了 这我能忍 当场我这一波脑血栓操作跑到了下面 打算用他的头还回来 这况却被刚刚的蕾 对后的毒狼吐死了 此处呢是左右为难 娇弱得很 还好仓库的人先盯上了村里的毒狼 毒狼明显招架不来啊 我们先试试换个烟 方面一会儿穿烟托人 毒狼果然狗屁了 上面的人也都解冻到仓库里了 一颗雷 免通驾到 继续躲在这儿 就要换我吃雷了 之前三个之前 要偷掉一颗 我记得没有人 开又看不到人了 贝币是常态 重来就好了 出这个挑战的粉丝 肯定也是个腹黑啊 但是这一把 那是说什么都找不到 参瞄镜了 没办法只能问别人要了 别人不给我 我只能自己三包了 就这么 一路打一路要 都到绝菜圈了 就剩五个人了 我也没要到层面镜了 然后蹦蹦达达来了一群人 看他们着急着急的样子 肯定是来够松脏剧的 那按照鼓地惯例 先打最有钱的 他们也是仗着人多 嚣张得很 可惜啊 是克雷拈太久了 然后是上面这个 最嚣张的 这下还剩最后一个 趁剩下的人 扶人起来之前 要把这队全剑 从右上方来了 挺小口的 快快快 让我看看 是谁给我送来的道具 终于在游戏最后一刻找到你了 然后顺利再走最后一个图片 这次不算 我们下次再试吧 我是迷幻 我们下期再见